准备淘汰的鸽子却飞了冠军 老铁们这玩意儿真看不懂 谁也不要说你能懂鸽子 你懂你只能是相对的懂 你只能是某一个角度啊 片面的去理解鸽子 没有人全面的和具体的了解鸽子 老铁们看看这只鸽子啊 这只鸽子是去年 2021年的一只晚生鸽 没有飞过 是咱们去苏黎明鸽舍孙总这 还有我磊哥刘小磊 拍鸽子的时候 然后咱们厚着脸皮 要了人家一只 挑了一只 没有想到啊 今年给出的冠军 这只鸽子呢 拿回来以后呢 在今年春天 配着咱们家的一只四官的鸽王 给他配的那个词 配这词呢 是詹子小剑配詹子红胡的 一只鱼点白头 白条的一只小磁哥 然后呢 今年啊 咱们在鸡养棚 他的孩子一共出了四只 套了四个特比方的进行棚 五百公里第一关 上龙了三只 然后三只全部归巢啊 困难天气 五百公里第二关 也就是 昨天 上龙了三只 归巢了三只 然后 第一只 飞的冠军 Champion 很意外 很意外 后来我立马联系磊哥 我说磊哥 你这鸽子什么鸽子 给咱们之前飞的冠军 后来他详详细细给我介绍啊 原来这鸽子太厉害了 这只鸽子的家族 再攻棚飞过冠军 再攻棚飞过团体 小团体冠军 还飞过亚军 今年啊 在俱乐部 在正定那边 比他还要低辈分的啊 轰炮冠军 飞了好几个 哎呀 我非常非常感谢我自己 能有这样一个混眼 把你抓回来 另外就感谢雷哥啊 能把这么好的鸽子 呃 然后看着我这脸 就志愿给我了 有的时候 这个好鸽子啊 不是你花 多少个W能买到的 有的时候就是你 呃 就是缘分之间吧 到了 他就到了 你可能 买一只晚上鸽拿回来 就给你哗哗立了棚 也有可能 你你花两个W 拍一个高位讲歌来 百逼的不是啊 反正这种情况 我都有遇到过 我的天洛配天洛 出的鸽子 在咱们这立了棚了 然后我我我 我花高价钱买的鸽子 目前还在实验中 还试不出来 你说这个跟谁去讲理一下 看一下这个小熊啊 这就是 把他放到朝鲜上里面 这个状态 长得很协调 个儿很小 后腰很薄啊 真的是一个小熊 特别小的一个小熊 这只鸽子 如果不告诉你是熊 有可能会有人 会觉得是瓷哥呢 这样一只小熊哥 今年第一年做整 就给咱们出的好东西啊 明年给他配俩母